二鬼今天的故事发生在未来 未来的科技虽然在进步 但是在看不见的角落里 仍然有一群人在追求着最原始的快感 他们组织了一场擂台比赛 参赛者操纵着自己的巨型怪兽 进行无规则的肉搏比赛 这种比赛既分高下也决生死 最近有一位选手桑尼非常要远 他那17场连胜百分百胜率的战绩 可以说自开赛以来都从未有过 而且他还是参赛选手中唯一的一位女选手 所以人们都很好奇 桑尼的制胜法宝是什么 他到底有什么优势 传闻桑尼曾经被黑帮绑架 他们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之后又用他的身体做实验 进行一些极其危险的改造 这次经历在他身体上和心理上 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所以即使他被救出来了 但是那段时间的记忆将会伴随终生 当桑尼踏上擂台 他不是为了荣誉或者地位而战 当然也不是为了钱 所以在比赛的主办方老板 对桑尼表示感兴趣 想用钱收买他 让他打假赛的时候 桑尼指挥了他一个子 滚蛋 随后桑尼和他的团队 身穿五彩斑斓的黑 脚踏六亲不认的步伐 在一片掌声和呼喊声中 进入了比赛场地 新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 面对对手的挑衅 桑尼是不为所动 比赛的规则是参赛者 将自己的意识 上传到怪兽的大脑中 从而操纵怪兽 进行无规则肉搏战 为了达到人兽合一的境界 有的参赛者 也会以自己的精血 来喂养怪兽 所以怪兽也可以说 是第二个自己 桑尼的怪兽 首先入场 看体型应该是 属于速度技巧型的 而对面的怪兽 刚好是体型庞大 力量型的肌肉巨兽 他还有个绰号 涡轮猛龙 双方先是礼貌的热了下身 然后桑尼开启了战斗状态 头部的利刃 分裂成四个尖锐的刺刀 很快桑尼凭借 丰富的战斗技巧 瞬间把对面踩在脚下 卸下了他的一只手 本以为战斗到此结束 没想到那肌肉巨兽的断臂里 居然藏着骨刀 没反应过来的桑尼 被肌肉巨兽瞬间压制 一刀刺进了肚子里 桑尼在完全的力量压制下 动弹不得 怪兽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然而 桑尼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最终还是保住了 自己百分百胜率的战绩 完成了十八连胜 之后桑尼和他的团队 准备庆祝一下 这时桑尼被之前赌场 老板的小蜜吸引了过去 小蜜说他很孤独 老板只把他当个金丝雀养着 然而就在桑尼放松警惕的时候 这只金丝雀突然变出 金刚狼似的利爪 刺穿了桑尼的脑袋 随后赌场老板从黑暗中走出来 微笑着说 敬酒不吃 吃罚酒 跟我斗 小一二 然而老板的笑容 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桑尼的躯体在被踩得稀烂后 声音依然从背后的音响中传出 原来很久之前 桑尼被救出来的时候 脑袋就已经被打烂了 之后他的团队 顺势将他改造成了 现在这幅坏兽的模样 桑尼的优势 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因为别人是人类操纵怪兽 傀儡参赛 场上的生死 对人类本体来说无所谓 而桑尼是本体参赛 如果输了 自己就真的死了 所以他输不起 他必须赢 这就是他总能在危机时刻 绝地反杀的秘诀 这就是他的优势